苏肖恩儿时经常身体不适 每年进出医院不下数次 直到15、16岁 香港的医院引入电脑断层扫描技术 检查之下发现我的胆管长了良性肿瘤 那时Lana迎来人生首次大手术 手术后她被护士唤醒 却感到身体异常疼痛 护士掀开我的衣服 发现伤口血流不止 她连忙案紧急呼叫铃 医生回来检查后发现动脉没法止血 情况危急 需要再次动手术 分秒必争之际 医院没时间通知父亲确认手术了 虚弱的Lana当时在病床上听见医生一句话 你若同意做手术 就眨两次眼吧 纵然麻醉未散去 但Lana的神志早已清醒 她想到自己人生还有漫漫长路 不能就此死掉 于是用尽全身力气眨眼 然后又进到长达九小时的手术之中 昏迷期间 我感觉自己飘到一条隧道 隧道里全是我在16岁之前见过的人 我无法控制自己向前的步伐 隧道的镜头隐约是一道光 千军一法之际 手术室内的医生大力拍醒Lana 猛然惊醒的她 听见医生不断催促她呼吸 最终成功挽救性命 当晚我不敢睡觉 怕睡着就再也醒不来了 曾在死亡隧道徘徊的Lana一度惧怕死亡 然而这却成为她接触福音的契机 原来有些护士是基督徒 他们一听说我性命垂危 便马上为我祈祷 医院还经常举办福音活动和讲座 男女老少的病人都可以参与 Lana笑颜 大家也许认为这次手术后 她会顺理成章信主 事实却不然 她仗着自己仍然青春而更加反叛 直到男朋友就传福音给她 我以前也听过福音 却没太大感觉 不过经历过生死一线的手术后 当周对我说 主耶稣已经向你伸手 只要愿意抓紧她 她便会救赎你 不知为何内心非常感动 我忍不住痛哭 才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 最后认罪悔改信主了 Lana形容她不是随便被感动的人 但耶稣的爱使她无法抗拒 更赐她勇气回应主的照命 Lana维勒柔美健福有限公司创办人 与经营内衣厂的拍档设计价以物美的女性内衣 以为乳癌病人设计合适的内衣及易乳 这份以爱助人的使命感 源于Lana面对的第五次手术 大约十年前 我的卵巢出现发炎情况 医生建议安排手术紧急切除 以免恶化 手术后是长达三个月的休养期 一天 Lana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 想到自己以前不好好爱惜身体而出现毛病 因而对上帝感到愧疚 我向上帝认罪悔改 然后向她许了个愿 倘若未来十年我能够身体健康 便愿意为主做任何事 正是这份承诺 让Lana的人生出现奇妙转列点 几个月后Lana康复过来 如常与丈夫打理建筑师楼的工作 我经常光顾一家内衣店 跟老板娘挺熟人 有一次她说有感动想跟我做生意 不是为了赚更多钱 而是希望为社会带来意义 后来老板娘介绍了她的女儿夫妇 成为我和丈夫现在的好拍档 当时Lana把这事藏在心里 默默等候上帝的指引 直到一天临休 她的脑海突然浮现一个画面 一群穿校服的年轻女孩子 我继而记起老板娘上次的说话 也想起我的家人曾经患上乳癌 当这三件事如同拼图般串联一起时 上帝让我领悟到 这些女孩子也许对内衣没有足够之事 当时政府大力推广社会企业 Lana没想到她平时收听的电台也在介绍 于是便诞生乐柔美的概念 上帝似乎开路了 但我们很快遇到困难 对于填写社创基金申请书毫无头绪 因为需要列明经济效益 但乐柔美的使命是服务乳癌病人 帮助他们寻回快乐 尊严和自信 这些特质因如何量化呢 然而Lana和丈夫没有灰心 其心以祷告为念 上帝听了祷告 她巧妙地安排一位姐妹上来取样板 其丈夫刚好随行 原来姐妹的丈夫是业务顾问 她得惜我们的情况后 以不容辞伸出援手 申请书便顺利完成了 Lana感恩地说 还记得第一次接触癌病关爱中心的经历 深深扎在Lana心中 成为她服侍乳癌病人的原动力 我定制的祸到达后 希望尽快送到癌关中心 抱着能帮多少就多少的心态 为病人量身 关心他们 期间却看见令人心酸的场面 正值夏日 许多病友穿着羽绒衣遮掩身体 对别人的视线感到羞愧 Lana曾经陪伴家人度过漫长的抗癌治疗 她体会乳癌病人面对的痛苦 乳癌一般采取综合性治疗 除了手术 还要配合电疗 化疗 短则几个月 长则以年计算 很多病人认为自己失去女性象征 自信心叠至谷底 对自己的病情和需要都不想多提 时隔多年 Lana艺术当天的场景时 眼眶隐约有泪光打转 这让我更加明白上帝所赐的使命 原来他要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爱服侍 陪伴他们走过艰难的治疗阶段 我们的关怀对他们而言是一份接纳 Lana并不是孤军作战 上帝让她认识了一群乳癌康复者 常以过来人身份鼓励其他病友乐观面对 成为心灵慰藉者 有时候 拍拍病人的肩膀或张手拥抱 已经胜于千言万语 我遇过不少病友认为自己离癌一定是前世做错 今生报应 每次我都提醒他们 生病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 不必自怨自哀 甚至有病友在信仰上迷失过 最终因Lana的鼓励重新找到上帝 积极面对治疗 因着这颗谦卑与上帝同行的心 上帝扩展Lana的境界 让她的使命延伸至学校和非盈利机构 上帝给我机会到中小学校举办讲座 向学生推广正确内衣知识 市面上有部分内衣设计主张胸部集中 社会风气更将这标榜为事业线 扭曲了女性对内衣功能的理解 我希望让学生知道 圣经提及的女性美不事件基于社会潮流 此外Lana与非盈利机构合作展开社服工作 除了深入对谈关顾病人之外 还为他们配对治疗中穿着的内衣 送上支持和祝福 基督徒的生命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一样 需要不断被上帝修剪干净 对此Lana有一番深刻体会 面对困难时 有时我也会埋怨上帝 但他没有放弃我 反而透过这些精力帮助我除掉老我 包括自尊心 骄傲 我从中体会到上帝的慈爱 恩典 丰盛 原来为主做事不用想太多 凭着信就能迈不出发 Lana人记得当初搬进新办公室时 每资金缴交押金 谁料就在献起前两天 政府的基金批下来 得以及时支付 回望公司过去的营运 Lana坦言危机时有发生 然而如今他更懂得依靠上帝 危机是上帝要我学习面对的 谁说危机不能出自上帝的手 顺境时我们当然享受主的恩典 但难关往往是上帝管教的时刻 提醒我们要多依靠他 我们试过 每次当快不够钱交租 执行时 我和员工一起祈祷 上帝便奇妙地供应了 我觉得关关难过关关过吧 无论难关多大 我们的信心也不能小于一颗芥菜种 Lana表示 若从天上俯视众生 这世界只是一点围尘 但人从地上看当然觉得世界盛大 眼前的困难也大得无法跨越 我们只要扎根在竹里 生命便截然不同 因为耶稣的能力已经足够有余了 Lana除了是谦卑依靠上帝的老板 更是持家有道的太太 一顿美味丰盛的晚饭 不需大鱼大肉就能做到 以前的我看见冰箱这么少食材 只会觉得苦闹 但上帝教导我 在他的喜乐里过简单生活 只要愿意花心思 简单的食材也能煮得丰富 上帝透过一次次的磨练 让我学会了知足 然而 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道士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衣有食 就当知足 步入人生下半场 Lana的性情在上帝的淘灶下见趋成熟 基督的心香更为她的生命 天上一抹绚烂的色彩 使她得以承在属天的恩典 同时活出信仰的真谛 觉知信主乃瞬间的事 生命的改变却延续至一生之久 近日Lana与香港纺织及成衣研发中心有限公司合作 研发3D如打印 计划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客人 不但如此 Lana还将这项新技术发展为就业机会 借传授专业的内衣知识 协助弱势社群的少女成为内衣指导师 使她们将来的出路更广阔 时光若倒流至十年前 想必Lana不曾想到 她一颗顺服的心会成就今天上帝的旨意 让人不其然联想到社会企业的十足 计量所 若曾经参观过中华圣经文物馆的人 相信对计量娃娃不会陌生 昔日宣教是眼见妇女地位低违 甚至被卖为厨妓 因而成立计量所 教她们制作娃娃的手艺来维持生计 Lana多年来一直支持使团以媒体宣教的平台 她认为上帝赐予的丰足应当善用在福音事工上 虽然我奉献的金额不多 但做到的我一定会做 因为上帝是慈爱信实的主 我盼望每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 经历上帝的深恩厚爱 其实不管是Lana 宣教士还是福音机构所做的 结尾传扬福音的缘故 寄望把耶稣基督的爱与救恩传递至每个角落 为人带来祝福与希望